一天早晨 格里高尔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他仰面躺着 坚硬的甲壳抵着床板 抬头看了看 发现自己有许多只腿在眼前舞动 哦天哪 我出了什么事了 一天早晨 王爱国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手机变成一个巨大的红马 他仰面躺着 冷汗打湿床单 抬头看了看 许多根棉签在眼前舞动 天哪 我出了什么事了 每一个中国人 都可能在某一天早晨 遭遇卡夫卡变形剂 你忽然就发现 自己不再是正常人类 锁不成火车 上不了班 出不成差 被封在楼里 甚至关进方舱 起因不过是 你曾路过一个菜市场 或存了笔钱 在快爆雷的河南村镇银行 用红马解放 真是一大天才发明 健康马 就变成了思想马 更天才的是 有些王爱国并没开始维权 可因为他有这么个思想隐患 就被打上了红马 坐着动车 整列火车忽然禁止 被拉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有人用林冲脸上字字来比喻红马 以免他跑去上访高太位 您乐观了 林冲毕竟杀了人 我们的红马故事 就像汤姆克鲁斯演的少数派报告 你没有犯罪 但你存在犯罪的可能 因此 你已经是罪犯 别装外宾 自见康马问世那一刻 就必然变成思想马 预防犯罪马 自干被割马 禁止真话马 去年有个不听话的律师 坚持出庭辩护 出门之前 发现手机变成了红马 今年福建有个林先生 想讨个说法 刚上火车就变成红马 被相关人员顺移回了老家 大家都知道的最新事情 郑州几百个业主 投诉楼盘资金违规 迟迟不交房 商量一起维权 忽然间 集体变成了红马 这些人写了保证书 表示 不再无理取闹 毫无廉耻地 维护自己的权益 思想有所转变 红马 才转回绿马 你说 中国人有没有安全感 战狼说 中国人的安全感 世界第一 美国人根本享受不到 我们半夜出去撸串的快乐 然后 就唐山了 最恶毒的言语 也无法表达 对那伙暴徒的诅咒 最悲伤的词汇 也无法形容 对这个女孩的同情 她才19岁 那四分多钟 就是地狱般的四分多钟 即使隔着屏幕 也能感受到陷入 无底深渊般的绝望 第一个发出视频的小伙说 她听到女孩在求饶说 别打了 受伤了 可仍然被拖行 踩踏 啤酒瓶砸 劝架的女孩 后脑勺砸在台阶上 喷的一声 以及拖进小巷后 也许永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如果你再说 中国人的安全感 我只好指着唐山的方向 一百年前 伟大的唐山人 共产党早期领袖 李大钊老师 在论妇女解放中 有个阵龙发聩的宣言 有了妇女解放 真正的民主 才能实现 没有妇女平权的社会 就将是一个 半身不随的社会 我只关心那个女孩 社会半身不随了 希望她不要 中国人没有了 深夜撸串的安全感 有人说 这是因为男人太怂 不敢见义勇为 有人说 别口炮 见义勇为 会被定性为护殴 双方交战 互骂傻逼 看 派出所还没有定性为护殴 人民和人民 先护殴起来了 所以有关部门 是非常智慧的 大家好费精力 护证对方傻逼 就没工夫研究 真正的问题了 女孩被打已经八天 你并不知道更多的信息 专家的伤情鉴定 受害者家属的声音 党媒的深度跟进 那正惨叫之后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当地人要去献花 一切跟女孩被拖入小巷后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不见了 只剩下 确实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的良火人民 在内卷 到底该健义勇为 还是先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安全感 这就是原因之一 你失去安全感 因为你首先失去了真相 很久以来 我们已不能为一个问题 进行严肃而有含金量的讨论 反倒有个固定程序 事件爆出 各界愤怒谴责 有关部门表示严肃查处 绝不包庇纵容 真相被舞 记者被屈被打 各种删帖封号 被巧妙带节奏 一群好心人互骂傻逼 各扳其理论 胸口碎大石 下一个轮回 可是 中国人真的失去了勇敢吗 2015年 四川江安中华五校的小郭 在大巴上 见一名色狼骚扰女孩 出于见义勇为 小郭上前制止 搏斗中 踢倒色狼 致其受伤 法院就以 故意伤害罪 判处小郭 有期徒刑两年半 赔偿 157173.76元 2018年 哈尔滨人赵宇 听到女子喊 强奸救命 冲过去 建议男子掐着他脖子 并使劲殴打 赵宇拽开男子 反被殴打 还被抓住手指 为了挣脱 赵宇 踢向该男子 三天后 正在医院 陪同临产妻子的赵宇 被警方当着妻子的面 以故意伤害罪 抓进了看守所 2014年 深圳大学生小图 在路上建议色狼 对女生上下其手 在制止过程中 踢伤色狼 小图被刑事拘留14天 色狼因有伤 免于拘留 同一年 吴伟青 好心扶老人 却被讹诈 为自证清白 只好跳河自尽 虽然后来有录音证明 吴伟青是冤枉的 但人死不能复生 2019年 河南的小王 为保护被猥亵的女同学 在先挨一拳的情况下 还击一拳 致对方鼻子骨折 小王就被积压37天 之后被迫退学 2020年 17岁女生在商场被席凶 同行男生 追击中 致使色狼摔倒受伤 被要求赔偿20万元 几天后 警方已故意伤害罪 刑拘了男生 同一年 昆明的苏蕾 抓超市贯偷 致其轻赏 被刑拘三个月 苏蕾患有血液病 希望提前释放 警方说 他必须请求小偷谅解 并赔付6.6万元 苏蕾只好求小偷原谅 才走出了看守所 你说 中国到底有没有人建议勇为 你说 谁让中国人 没安全感 我看到有人说 即使不敢打 大喊一声下跑歹徒 总是可以的吧 如果我们不是鱼 该记得 湖北天门一个老总 建一群城管 暴打村民 他都没喊 只是悄悄拍摄 就被城管围殴致死 官方最后结论 他死于惯心病发作 这个地方 连报警 都是要引火烧身的 比如内蒙的 呼格吉乐图 18岁的他 和朋友吃完饭回家 发现有个女性死了 出于见义勇为 赶紧跑去报警 结果警察认为 他就是凶手 一通寻衅逼供 枪毙他时 正是夏天 太阳四眼 总共开了两枪 第一枪没打死 年轻的他 生命力很顽强 身体还在动 就从后脑勺 又补了一枪 才断气 中国是从来 不缺见义勇为者的 他们鲜亮的雪 悄悄地进于地下 泥土 消散在黑暗里 你只是没注意到 或不小心忘记了 我之所以提醒 是不想让曾经 热血仗义的他们 像不值一提的蝼蚁 被踩在污泥里 他们之中也有运气好的 过段时间 就从里面出来了 希望你能送出鲜花过去 所以我并不同意专家 所谓的 中国缺乏对建议勇为的 激励机制 这么不专业的说法 不是不激励 而是在严惩 拿着津贴的专家 就别跟个 绿色大宝剑按摩师似的 知道什么点该碰 什么计点坚决不碰 既赚了终点费 又坚持了正能量 还不如网友们引用那句 侠以武犯境 这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戏 引用韩非子的一句话 整句是 如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境 书生总爱写文章搅乱王法 侠客总用武功挑战禁忌 这可能是历代统治者 达成的最大功识了 流氓们欺辱百姓 虽让街市不那么好看 但总好过屌丝们拥有武力 开始 他们敢保护妇女 一时兴起 要是再保护点别的 所以 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千万不可让一部分人 先强起来 千万不可让一部分人 看文章先明白起来 具体做法是 淡化系统性腐败 宣传雷霆行动 专项打黑 形成同仇敌忾的效果 再树立起崇高的 个人道德标杆 让一部分人民 站在道德高地 特别气愤地谴责 另一部分人民 我很好奇 什么时候维护市民 深夜安全的职责 不是交给警方 而是交给 碰巧在同一家店里 撸串的人了 自动默认 警方免责吗 所以这里 并不缺乏建议勇为者 却有太多的建议勇为者 他们精明地知道 谁该惹 谁不该惹 有人去骂烧烤店老板娘 怒斥快六十岁的老太太 劝架时长不够 一度还背着手 这是姿势不对 还有人跑去 已被关掉的店门口撒尿 他们为什么不敢去 陈济志家门口撒尿 因为怕哪天 有小弟来报复 还有跑去 boy时装的直播间 骂主播女孩的 因为这是暴徒行凶时 穿的衣服 你该明白 为什么中国人 没有安全感了 到底该用法制 来保护市民 还是靠路人甲的 个人道德 究竟该用法律 来治理社会 还是用一本 热血奔章的 游侠列传 进行人间撸串指南 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的 一是因为 已经找不到公号发表了 再就是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 离奇中透着邪恶 邪恶中透着神秘 把我整抑郁了 本以为 没有比西安更不人性的 后来发现还有上海 本以为 没有比长沙学生楼倒塌 更猝不及防的 后来发现 还有重庆交警 当街开枪杀人 本以为封县太邪恶了 现在发现还有大唐山 写来写去 像在比烂 像一场无尽头的轮回 我之所以写 是因为唐山和河南 真是最恐怖的一个对比 八天了 你根本不知道 唐山女孩任何一点信息 但河南一秒钟 就精确掌握你全部数据 你在哪 订了哪天的火车票 想去干什么 有没有买杜蕾丝 你知道的 是让你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永远不会知道 你只是虚拟中的一个程序 你说 你有没有安全感 刚在群里这么一问 飞来无数的留言 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加一 怎么会有安全感 安全感是什么 怕菜和水果有毒 怕出门被电动车撞 怕桥塌了 火车拖轨 怕飞机掉下来 随时看手机 怕红马了被隔离 连打没打过疫苗 都不敢跟人说 生意差 疫情管控 客户整破产了 政府工程回不了款 房贷 车贷 断供了 每个月都要还房贷 车贷 信用卡 还要供孩子 随时担心 没订单 没生意 或封控 哪有安全感 虽然比以前更努力了 家人住院了 每天不知道要出示多少健康码核酸 还要写承诺书 每天觉得 头上悬着一口大锅 不知道哪天掉下来 每天都很纠结 吃的喝的 食品安全问题 恨不得各种 补齐化学课的节奏 生个孩子 担心钱 够不够 读好一点的学校 如果异地 还要担心 爷爷奶奶 带得好不好 爷爷奶奶生病 心中默念祈祷 一定是小毛病 我妹妹 失去了 做了半辈子的工作 教了一千三 在家学家政 就是月扫 收纳 保洁之类 当初 一起干事情的朋友 年初关了厂 到别人厂里打工去了 更不要说 红马不付钱的银行 青龙白虎的拳脚 因封号 而被好友质疑的痛苦 退休金将来 可否对付 说不完的消速与愤怒 无奈 何来安全感 在朋友圈 我看到最具科学精神的人生对话时 如果生活的痛苦值 最轻的是零 最痛苦的是十 我应该是派 什么 派 对 痛苦值不大 可是无限循环 没完没了 昨天看到有个刚出生三十六天的婴儿 患了肠梗组 因为没有核酸证明 屎尿都从嘴里 鼻腔里涌出来 但医院就是不给进PICU 最后死在方苍 这个婴儿的母亲 用一年时间 写了文字发在微博 随手摘一些 终于梦见你了 梦见你说谢谢 你在笑 多来几次我的梦里吧 昨天去医院退废 看着那条抱着你进去又出来的路 好像回到了那天 胸口好痛 好堵 我们尽量不要去想你 或者聊一些 你再回来的时候 要准备些什么 不敢去想你的样子 但又害怕会忘记你的样子和声音 爸爸会问我 你再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长得跟之前一样 我说会的 最近雨下得特别频繁 让我想起你出生后第一场雨的夜晚 这个月最后一天 你就摆天了 满月的时候 我和爸爸还在商量 去哪儿给你办摆天 很久没看你了 今天还是没忍住看了那些视频 仅是这些 已经让我难过到不行 难以想象 去取证那天 看到方舱的监控视频 我会怎样 好像你快回来 今天中元节 我偷偷联系 冬月庙的道长 为你做超度 不知道这种 节日集体超度 是不是足够 但妈妈希望 无论你在哪儿 都好好的 突然大哭 吓到了老曹 特别敏感 旁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触碰到了我 我对每个人都好 我对世界充满善意 为什么还要这样 还是不行 去医院看到那天晚上 带你抽血的窗口 去奶奶家 看到你待了一小会儿的房间 不敢想你啊 梦到你回来了 那些想要一跃而下的瞬间 和无数个失眠的夜晚 那些想念 又偷偷藏起来的照片 突如其来的泪流满面 是那些以为 可以被治愈的人 看不见 也想不到的艰难 反正这个世界的 无情和绝望 都已经彻底体验过 以上就是那个母亲的 自言自语 一次小小的疾病 一个婴儿的早腰 你说 母亲有没有安全感 对了 医院是被定了医疗事故的 但最后鉴定上有一行字 家长负主要责任 也不知是不是谣言 这两年 中国人过得太快了 像只过了两天 徐薇在两天里唱 我只有两天 一天用来出生 一天用来死亡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安全感 给你讲个笑话 你别哭啊 唐山市公安局 连续五年被评为 河北省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去年12月4日 还被全国复联纳入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集体获奖名单 人们注意到 目前三个排队 最火热的地方 上海的银行 唐山的公安局 米地大使馆 在河北省优秀公安局 在河北省优秀公安局 遇到河北省优秀公安局